那么在中医的部分 中医养生 睡眠应该是很重要 因为经常听中医是说 晚上11点一定要睡 睡到早上至早 睡到凌晨3点或5点 这段时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 那在养生的观点来看 是为什么呢 中医它注重在这个 比如说有关于四季 有关于一天十二时程 甚至人的一个年龄 从少年 中年 青年 这个状况 中医都很在意 那我们睡眠 大概是一天的晚上 对不对 所以中医认为说 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讲太阳下山 这比较凉的状况 就是阳比较少 阴比较多的状况 最好都我们躺着睡着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那个公三院社会 有很多人 半夜都还醒着 甚至他需要半夜工作的 这个我就觉得 其实对身体不是很好 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下 中医对于这十二时程 养生法其中 睡眠的部分 比如说六点多天就黑了 然后到七点 这段时间叫做虚拾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慢慢的静心下来 让身体能够放轻松 让我们的身体温度 不要太高 这时候比较好入睡 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 也就是害时的时候 这时候就要把一些作业 或一些要做的事情 先放旁边 准备让身体休息了 尤其到十一点到凌晨一点的这段时间 叫做止时 止时我们一般听中医师很喜欢讲说 你都要十一点以前睡觉 因为十一点的时候 阴醉胜 然后阳醉摔的时候 止时之后 我们阳气会慢慢慢慢的出来 然后这时候过了以后 你如果这时候再不睡觉的话 就会越来越难睡 因为这时候属于胆 还有包括一点到三点 这个丑是属于肝的时候 我们讲说 十一点到一点 一点到三点 这时候你要躺着 你要躺着 我们人的血才会回到肝脏去 才会好好养你的血 如果说你这时候不睡 我们肝火会越来越旺 越来越旺 你可能就会容易有焦虑 烦躁 生气的现象 三点到五点 这时候应该都在睡觉了 很少这时候还在熬夜的 如果您现在在熬夜的话 可能对于您的一些呼吸系统 就会不是很好 比如说有的人会容易咳嗽 有的人会容易气喘 甚至有一些本来气管 会有问题 就会这时候容易喘起来 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肺阻皮毛 我们讲身体的皮肤 或者是我们脸部的 您看得到的皮肤的部分 也是由肺来管的 如果说这时候不好好睡的话 肺火会慢慢多出来 你痘痘会冒出来 这些脸会嘲红 甚至皮肤有干裂 没有光泽 尾黄的状况可能都会有 五点到七点 这时候大家也要准备起来 一般来讲 这时候应该大到够在床上 如果你没在床上的话 您的大肠的运作 可能就会稍微差一些 有的人可能便秘 或拉肚子 或肠胃脏器 可能也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讲到这个睡觉时间是很重要 但是睡觉的姿势 可能也是一个挺重要 因为有些人他是养睡 有些人是测睡 那有些人说 如果他会打憨的话 可能就是测睡比较好 那医生您的建议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不要左测睡 容易压心 右测睡会比较好 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有的人养睡才睡得着 有的人测睡才睡得着 甚至有人要趴睡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以您睡得着的姿势 您觉得最舒服的姿势 是您最好入睡的姿势 您习惯的方式 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 游的人会特别容易打憨 是 这个可能就有一些 我们讲呼吸中止症的一个倾向 然后你要观察它 晚上打憨严重的时候 会不会打到那半停下来 然后又突然这样子 这样子醒过来的那个现象 如果有的话 可能要尽早就医 可是他一定不会知道 只有旁边 而且旁边如果没睡着才会知道 没错啊 所以有人打憨很吵 就会把他的 比如说太太或者是先生 吵醒 所以我们一般会问说 我不晓得有没有打憨 我问一下 他旁边的人是不是有 旁边的人就会一直点头如搭蒜 这样子 甚至有的我还遇到说 有的患者睡着会打旁边的人 手无足道这样子 应该是做梦吧 是做梦 那我们叫做易睡症 那刚刚提到说会打憨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的鼻子啊 我们的咽喉啊 可能不知道他哪一个上呼吸道的地方 稍微松稍微软了一点 所以他躺下去睡的时候 会往后压迫到他的那个气管或咽喉 所以气出来的时候会不那么睡 你就会有呼呼呼的声音出现 那这个时候请他撤睡 就比较不会去压到后面的咽喉 就会比较好入睡 这样子